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国际上买卖俄罗斯石油等产品的诈骗案件时有所闻 歹徒虚设货帽用商号名称 以极优厚的用金条件吸引厂商 并提供伪造的政府文件、运输文件等诱骗台商上当 另外 在洽谈交易过程中 歹徒编造各种理由要求厂商支付诸如定金、文件费、公证费、保险费 运费、屡约保证金等费用 经济组指出 台湾厂商有击中方式可以判断是否为诈骗案件 例如刊登于Alibaba、Tradiki、EC21.com等 BRB商务网站的有品求售广告 或对方以任何名义要求支付任何费用 绝大多数为诈骗集团所谓 对于交易公司为台湾厂商应主动上网查询 检查该公司是否有资讯不相符 如网址打不开或没有内文 使用像是Mail Russia、BK Russia等免费电子信箱 或是公司地址和电话在不同城市或仅有俄罗斯行动电话号码等 另外台湾厂商也可上反诈骗网站 http-419advancefeafraud.blogspot.ru 查询供应商是否已列入诈骗名单 或参考俄罗斯石油公司 Rosnift官网中小心诈骗 Beware of Fraud 专区提供的资讯 由于类似诈骗案件层出不穷 驻莫斯科代表处经纪组提醒台商 从事相关产业交易应慎选对象 避免与来路不明对象或仅以电子邮件联系 兜售的供应商交易 建议透过各大能源公司官网的联络资讯接洽 以免受骗